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4月22日星期四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跟進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外交大臣南韜文宣布 要削減95%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這個決定獲得了跨黨派的議員支持 第二宗消息 巴基斯坦的卑魯茲省首府灰達市 發生了一宗襲擊酒店的事件 巴基斯坦內政部長艾哈邁德說 這件事是牽涉到恐怖主義的行為 目的就是要針對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農庸所率領的四人代表團 當時農庸出了去開會 不在酒店裏 得以逃過一劫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英國削減對華驚援的情況 英國政府 原本承諾了 要動用 GDP的0.7% 在國際援助方面 但是 由於去年就遭遇到疫情大流行 所以 就將援助的規模 降到GDP的0.5% 南韜文宣佈 英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將會削減95% 從原本的1800萬磅 降到90萬磅 並且規定 這筆款項 僅限於促進中國的開放社會 和改善人權 南韜文說 英國政府同時也會取消 對中國大米的項目援助 他說這個完全就是對於英國納稅人的錢的肆意浪費 這次的舉措 將會是適當地和永久性地 削減了浮誇的海外援助預算 好了 跨黨派的議員 都是支持南韜文有這個決定 夏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 工黨議員 Sarah Champion 錢皮恩就說 對南韜文這個決定 表示強烈的歡迎 在英國政府全面削減 對世界上一些最貧窮國家援助的情況下 英國政府仍然為中國提供援助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令人震驚的 Sarah Champion就認為 英國的納稅人寧願看到 這一筆援助 是去了那些 貧林人道主義危機邊緣的國家 而不是 送給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保守黨議員 Bob Sidney Sally認為 中國比英國更加有錢 國防預算全球最高 根本上 就不應該得到英國的援助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雖然跨黨派的議員都支持 削減對華的經濟援助 但是 普遍的意見都認為 削減的程度是不夠的 只是減95% 他們都不太願意收貨 好過沒有 他們的意見就認為 最好是削到零 其實去年 英國的一份報紙 Daily Express 每天快報就做了一次民意調查 當時的民調結果就說 有98%的英國民眾 敦促英國政府要完全停止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就是說都是要削到零 但是 現在就叫做削了九成半 一定程度上是回應了民意的 但是民意其實都相當清晰和一面倒 是要求將對華的經濟援助到零 目前保留著的5% 究竟 當局打算什麼時候是減掉 暫時就不知道 其實英國的議員所說的話 是沒有錯的 第一 事實上 中國在今年就宣佈了 已經是全面脫貧 既然在全面脫貧的情況下 你還援助什麼 別人都脫貧了 就是整個中國都沒有窮人 他沒有窮人的時候 你還去扶什麼貧 這個是說不通的 中國現在是沒有窮人的 按照官方的標準 所以 不僅是說英國政府這個經濟援助 而是說有很多非政府組織的NGO 或者叫做慈善機構 不要再用 輔助中國農村的兒童 作為一個借口 走出來困人 中國沒有窮人 中國全面脫貧 你還扶什麼貧 扶貧呢 扶你自己 是不是 收取高額 行政費 沒有窮人 你不用扶了 扶什麼 還有 正如英國的議員所說 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有些國際組織還預計 中國可能會在2030年的時候 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10年之後是怎樣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目前這一刻 英國在全球經濟體排名也是排第五 所以有位議員說得沒錯 中國是比英國有錢的 不是計算人均GDP 是計算整體 他事實上排第二 沒有理由一個排第五的 去援助一個排第二 在邏輯上說得不通 是不是 全世界有1990多個國家 沒有理由去援助一個比你更強大的國家 這個就是說不通 所以現在數量減了九成半 其實是說得通的 但是保留的5%是為了什麼呢 當然他有個解釋就是 要用這一筆錢 擺在中國的開放社會 和改善人權 但是 中國的人權 其實就是在說溫飽權 這個是唐家旋所說的 中國的溫飽權 應該看怕沒有什麼影響 雖然經歷了一整年的 疫情的折騰 但是中國很快就已經復工復產了 看不到有大問題 去年所傳出來的說可能 有糧食危機又不見有 每個人都吃得胖胖胖胖 沒問題 都脫貧了 還擔心別人說沒得吃 因為多愚蠢 所以這5% 很多人都有聲音 就說 用不需要假嗎 所以我又很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有這樣的聲音 南韜文還宣佈了 會在這個財政年度 為開發援助基金撥款 81億英鎊 佔了英國政府總援助預算的8成 這筆款 重點 將會擺在東非 和印太地區 其中 為人道主意 準備和回應的撥款 是9.06億英鎊 主要會集中援助 那些受到飢荒影響最嚴重的國家 比如是 也門 敘利亞 索馬里 和南蘇丹 南韜文就說 這次的策略 標誌著英國戰略上的轉變 意味著 英國政府的對外援助預算 和英國的外交網絡 科技 技術專長 和貿易夥伴關係 全部聯繫在一起 以應對全球的挑戰 真的做得好 反正都要拿出去擺的時候 把錢 用在一些有需要的國家上 沒有需要的 你多給他也沒有用 他也不稀罕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巴基斯坦的 貝魯茲省首府 灰達市 發生了一宗 襲擊酒店的事件 最少造成 四死十二傷 巴基斯坦內政部長 艾哈麥德就說 這件事是恐怖主義行為 目的就是針對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農庸 所率領的四人代表團 但是 在這次襲擊發生的時候 農庸剛好不在酒店 出了去開會 得意 避過一劫 這個爆炸 發生了在酒店的停車場 有一輛汽車安裝了爆炸裝置 現場消息就說 爆炸聲 非常巨大 停車場 另外有幾部車輛 都著火 酒店和附近建築物的玻璃 都被震碎 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 這個就是恐怖組織 承認了責任 這一個 巴塔運動 其實就跟另一個恐怖組織 阿蓋達關係相當密切 也有份支持 疆獨組織 東達 厥斯坦 伊斯蘭運動 過往也曾經 試過去綁架 以及 堆壞 一些中國工民 其實 卑露之省 本身的天然資源 就相當豐富 但是 當引入了一些投資者 去開發礦產和天然氣的時候 當地的民眾 完全是享受不了 經濟成果 尤其是當中國大力推展一帶一路的項目之後 當地的經濟發展都相當蓬勃 但是 由於很多工作機會 都是由外地人去霸佔 所以當地人完全 就是 分享不到一帶一路所帶來的經濟成果 於是乎有部分人 就開始越走越極端 變相使得 這些巴塔運動組織的人 是有機可乘 其實這次事件 都是為中國響起了一個警號 現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運動 搞搞震 阿富汗的塔利班 雖然不是同一個組織 但是兩個組織的關係都相當密切 阿富汗的塔利班跟中國有一點談談 但是現在 那個塔利班就是 處於所謂在野的狀態 他還未曾奪權 大家都知道 這些組織 奪權前後是兩個樣子 當他真正掌握到權力的時候 究竟又會變成怎樣 尤其是 這個 美軍宣佈了 要在今年 9月11日 911事件 20週年之前 全面從阿富汗撤軍 到時候 很可能會形成了一個真空 當然 中國說會 向阿富汗派出維和部隊 變成那些風險 原本是由美軍硬吃的 現在是由中國去頂上 對於中國來說 肯定是一個挑戰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